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下面我们学习少林缝木棍 这个少林巫术啊 它这个棍术在整个少林拱服中 攒有很相当重的比重 因为我们厨家人呢 有时候储们携带其他带仁 带结、带钩、带翅的兵器不太方便 而这一根棍呢 我们储们携带着比较方便 又可以作为挑胆之用 也可以用来作为主杖之用 在这个长途巴士比较劳累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拐杖 大家都知道 少林寺它因为是以棍术名义天下 当然它的这个棍法套路也很多 其中有少林扫火棍 少林封墨棍 少林引手棍 少林金拿罗网棍 等等 现在我先把这个少林封墨棍 为大家先介绍出来 那么这个封墨棍呢 它就是少林寺第一代圣人 经过畅念旅乐的情验齐类 而形成了一个图特的棍法 所谓缝墨 这个棍法练起来 缝缝点点 如缝式沙一般 他练起来 知懂大喜 知多知多大友 胡前胡后 七龙由这个 缝制颠火 缝制招火 缝制魔路 练起来 就已经具备了 坠落汗的 步抬步行和步伐 中文字幕练起来 为了 有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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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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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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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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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动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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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